哈嘍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STER白 今天我們要記得實況我們的 四次元槍炮 或者是混亂次元 自我們上一回就是 裝了一堆有的沒有的模組之後 我們家的地圖已經壞得差不多了 我們不能再繼續摧殘下去了 我覺得再摧殘下去我們就完蛋了 你是什麼倫啊 蛤? 嗚嗚 亡靈戰士 嗚嗚 這麼酷的嗎 欸他死了 啊你召喚出來的東西可不可以收回去 欸你召喚出來的東西收回去啊 不是啊他召喚出來的怪物收不回去喔 掰 好的嗯 正如我所說 我們家呢已經非常的混沌了 我們不能再造成更多的混沌 這會造成奇怪的四元裂縫 我們必須阻止這一切 我打算要來增加我們的那個 村民的生產的效率 因為我們的村民呢 就有少少的這幾隻 然後他生產下來的話 一天大概 他的量是很少 不過因為他的倍率很膨脹的關係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件偉大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綁架村民 我們呢 在下面這裡嘛 有一個這麽大塊的 我們的農場 用來賺錢的農場 這個地方這麽大 我們應該要拿來利用一下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來綁架村民 我們要把那個村莊 的所有村民全部綁過來幫我們工作 我們就先來做一些 村民會做的事情好了 因為有一些村民是有職業的嘛 那有職業的村民呢 就沒有關係 那我如果說 想要做一些 讓村民有工作的話 我們可能要打造一些木桶 木桶的話可以幫助我們的村民 有一點就是作用 有了堆肥箱 這個堆肥箱呢 會讓村民變成 種田的嘛 那 我們呢 就把這個箱子 多拿一點 然後讓他們全部都變成 種田的 走吧 我們去 捕獲所有的村民 越多越好 這樣的話我們一天的產量 可能就可以 大爆增什麼 那台機器啊 我已經採收過一次了 我在想如果 我在看的話 現在有產多少呢 這麽多耶 沒關係 就讓它繼續生產 我們不用管它 它是我們的自動糧食機 我來試試看哦 如果說 欸 你是製圖師 製圖師的話是用紙張換 綠寶石 可以 來 跟我走 這裏還有沒有 無業遊民啊 這裏還有沒有村民啊 有一個東西是 可以讓村民生小孩的 這就是 村民繁殖所 當我們的村民可能不夠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這個出來 他們會 就是 殘小孩 來 村民跟我回家 這是第二個村民 全部抓回家 然後我們再 看 要把哪幾個拿來做 交配跟拿幾個要來做轉職 無業遊民 三個 然後還有一個 無業遊民 四個 你看起來 欸 有料 你是 腐肉 OK 來 跟我回家 有職業的 我聽到了 住太高了吧 Sir 你是 這裏的有錢人哦 有耶 來來來來 然後 欸 農夫 剛好 我看一下哦 你是交易 馬鈴薯的 OK 來 我們那個 哇 真的是 次元裂縫耶 這個是 牧羊人 來吧 跟我回家 你看這個村莊的村民我都抓光了 我們再去抓 下一個區域的村民吧 走吧 我們去另外一個村莊 把他們的村民全部洗劫過來 然後我在想 因為我們的村民不夠嘛 那 不如我們 就蓋個那個什麼 村民繁殖所 把他們兩個關在裡面 然後 就會有很多小孩 這聽起來好奇怪哦 我現在身上帶了一大堆的村民 那瘋狂的 哈哈叫 有了有了 嗨 你無業嗎 你是皮匠 好吧 來吧 工匠是很尷尬的 我在想要不要把工匠的職業換掉 但如果要把他換掉的話 我們必須 破壞掉他的那個紮爐 來吧 失業吧 OK Perfect 來吧 我讓你有更好的工作 你是 皮匠 皮匠 過來 越來越多村民了 可是 我覺得 我還想要再更多的村民 這邊的村民都美了嗎 我現在背包好吵哦 哦 這邊還有一個 欸 這裡還有一個 嗨 來吧 皮匠的話是 靠這個在用職業的是不是 我要讓你失業囉 真的耶 哇 好多水哦 來 過來吧 我會給你更好的工作 回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村民的轉職吧 空間的話可能要像這樣子比較空一點 我們來放放看村民會不會變成 有耶 來 這個是不是被人家用過之後 他就不能再那個啦 敲掉再重放呢 也會 欸 給我轉砸你 欸 不聽話 不要逼我 人生鎖定箱 給我轉哦 哈哈哈 你要轉了沒 來吧 轉吧 你只有一天會轉的 你呢 欸真的不會轉耶 為什麼 這都是新的啊 沒有用過 為什麼 有啦 有用啦 你看 都變成村民了 你轉了嗎 欸 你看 轉了 欸 我就說嘛 再怎麼樣 你都無法逃離當農夫的命運 欸 你也變農夫了 出來 那你呢 你還沒變 好 再給你一點時間 慢慢來哈 我們來試試看做 做村民的繁殖所好了 首先我們需要做到 床 只要有床齁 就有機會 嗯 只要有床就能生小孩 聽起來特別怪 但是 我相信 肯定是這麼一回事的 有了 這就是 村民繁殖所 欸 蠻特別的東西 我們把 跟那個做交換好了 看一下怎麼讓他繁殖 像這樣放 然後 特定的食物跟輸出 可以放兩個村民進去嗎 兩個皮匠怎麼樣 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上床 哈哈哈哈哈 給他們麵包應該可以吧 我看說明說 只要給他麵包 那他們下面就會輸出小孩 超級奇怪 oh my god 繁殖成功的話 外部會出現愛心 我會不會放兩個男的進去啊 哈哈哈哈 跟你講 這不是愛不愛的問題 我們要的是要有小孩 哎呀 有了有了有了 啊 小孩咧 小孩被轉掉了 哈哈 等一下 要怎麼把他拿出來 等一下等一下 我發現一件事情 可是 他沒有EMC吧 對啊 那他應該會 啊 看到你了 臭小孩 這個還是另外一放好了 我覺得 小孩被吸進無底洞 哎 我挖掉就不見了耶 為什麼 被吃掉了啦 然後如果我們要讓 小時候的村民長大呢 我們要再做一個東西叫做 成長所 這東西呢 可以讓我們的村民成長 有了 成長所 我在想這個 成長所 是不是可以跟這個一起搭配 因為他們生小孩的話 下來就順便進去成長 對不對 應該可以 可以改造一下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上面這個呢 是生小孩 小孩生下來之後 會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呢 等他長大 他就會下來到這邊 變成一個成熟的大人了 一條龍服務 總覺得好像在玩什麼虛擬玩偶 還是虛擬人生之類的感覺 剩下的這些村民呢 我們就全部安排到我們的農場去吧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動漫 他叫做 哎 其實我點忘記了 但是那個特徵就是 他們生活在一個怪物統治的世界 然後 他們每個小孩都是在農場裡面 被養大的 我記得有一個 黃頭髮的女生 然後 黑頭髮的男生 跟另外一個看起來聰明的 白頭髮的男生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的組合吧 我們來把農場拼湊起來 哎 對我們會需要很多交易所 我們家真的是 都會有很多蒼蠅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嗎 有成熟的大人了嗎 還沒 現在是兩個幼年的 等他長大之後才可以下去 然後 這裡的話 有一個按物質 因為我們這個自動交易所 一間要萬塊 有點貴 我們的交易所 可能要再等一下 我來看一下下面的麵包 有沒有辦法幫我再湊個五萬出來 這裡有這麼多麵包 我們把一些麵包 帶回去吧 超多麵包 OK還可以 還可以再拿出 十個交易所 我們去地下給他安排 然後 這邊有一個交易所 這裡也有一個交易所 這兩個也一起出來 這個全部都搬到樓下去 然後在這邊呢 跟大家講解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 我有裝一個新的模組 它叫做物品管道 它這個是可以方便我們傳東西的時候 可以靠這個物品管道去流動這樣子 那因為 我們的這個村民所變了很多嘛 那如果說我們全部都用漏斗的話 它的傳送速度會很慢 這村民長大時間好久 已經有一堆小孩在排隊了耶 多了一個這個物品管道 這個模組呢 就是下面這一個而已 從這裡 數一二三四到這邊到底 就是這一個模組的東西 那我們主要用到的話 是這個物品的管道 那這是我第一次用 所以我又不曉得好不好用 然後我們會需要用到板手 我們先來把這些道具做出來吧 做16個 然後還需要用到板手 有了 從這一排開始蓋我們的村民農場好了 看看效果怎麼樣 我會想要先把他的管子呢 蓋一條出來 然後 在這個的上面 我們可以放 這個 也就是我們的交易所村民 他的管子是要輸入的嘛 所以變成說 我看他的教學是 我們從這裡的底下 對他點 右鍵 他會形成一個上面突出來像蓋子一樣 有了這個蓋子之後呢 他就變成一個漏斗了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的村民就算是完成了 然後他們就可以在裡面工作這樣子 然後你要延伸多遠呢 看你就有幾個村民這樣 那我就把村民給丟進去 這樣子的話就全部都完成了 那因為是自動化的關係嘛 所以我會想要先把他們的那個交易的東西 都設定成一樣 就是設定成一樣的東西 可以更換他的那個嘛 村民的交易的東西嗎 可以 我覺得全部換成小麥好了 小麥成本最低了 來出來 然後你再進去 這樣的話他就有小麥了嘛 那你有小麥嗎 沒有 來出來 換成小麥 perfect 等一下再告訴你們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在上面 蓋一條 這個 全部都接在村民的頭上 因為他們全部都一樣嘛 所以就等於說我那個能量蒐集器 做成小麥的 小麥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比較貴的東西 像他 他就會開始生成小麥 這樣子的話應該 會傳到 他們這邊 有耶 而且很快耶 他只傳第一個 那後面的咧 啊 我懂了 他這裡要等他 交易完之後 才會再繼續往下對不對 然後這個速度呢 如果你覺得他傳送速度太慢的話 我們有 升級模板可以用 你可以加傳送速度 不過這樣子感覺也還可以 因為他們畢竟 交易的時候會 到一定程度會停止嘛 那當他停止的時候 他就會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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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產出來的東西呢 就會在這裡 而且重點是 這還只是一個村民可以交換出來的 綠寶石的量而已 我們 如果說把這一整排都做滿 那就會變成一個 非常不人性的人體工廠 現在已經有12個綠寶石 我們已經有21萬 哇他什麼都沒做耶 而且真的是 你知道嗎 他是循環的喔 你的倍率會一直成長 因為你只是用小麥去換成綠寶石而已 然後你再想想看 你做好幾組 這是一個set 你把這個村民都 全部都裝滿 你知道他有多可怕嗎 一天下來會賺多少錢 我決定要把它塞嗎 我要把這些村民全部都轉值 好了 全部 都是 小麥村民 看一下他們的小麥傳送速度還可以吧 好像比較慢一點對不對 我這邊有做一個加速器 我來看一下怎麼用 這樣子的話 只有一個加速是可以的嗎 我看看 喔 喔 全部 好快 可是我們現在沒能量 我們能量用完了 沒關係 我們從下面借一點上來 應該是永無止盡的循環 我用這麼多的錢 換這麼便宜的小麥 給他們這些村民 再轉換成一個更多的錢 再換成大量的小麥 再轉換成更貴的錢 這個只會一直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循環 這簡直是黑科技啊 我的天啊 這是黑科技啊 這絕對不是什麼 奇怪的農場 這絕對不是這樣 也沒有任何村民受傷 他們都過得很好 好不好 都沒有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午再見囉